一名中共監獄的警察 在退黨網站上發表了他的退黨聲明 下面就一起來看他是怎麼說的 程浩說 自從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瞭解了很多真相以後 發現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他所宣傳的那樣 被其蒙騙了近30年 作為一個體制內人員 時常目睹體制內的醜惡行徑 不光有對人性的腐蝕 還有對人權的踐踏 慶祝難輸 共產黨只是一個政黨 並不代表我們個人與國家 雖然它一直用邪惡的手段來控制人民 綁架家庭 餘化大眾 但是也阻擋不了我們遵從自己的內心 做出正義的選擇 為了自己 為了孩子 為了家庭 為了社會 為了國家 我們應該讓更多的人醒來 我決定在此聲明 永遠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相關團體組織 從我做起 立言退黨 就像高智盛律師說的 起來中國